帅领栏尾一字排开 傅昆奇的好心情藏不住 全英刚结束的副路行有成果 大陆宣布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 然而交通部长王国才却不太领情 虽然有善意但是这个幅度太小了一点 对点就是用疫情前的这个水准 团客全面开放 是有请47个城市 不满路方只开放一省 王国才直言双方必须对等 不过行政院长陈建仁 道士保持乐观 我们仍然很乐见 有这样的一个对于台湾的富裕 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回应 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毕竟是大陆主动释出善意 率先说要开放 反倒民进党政府说要交流 却毫无动作 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 更算是养套杀卖台之旅 中共给这副中团的所谓的恩惠礼物 是养套杀三步棋 民进党是标准的既要坐壁池又要立牌坊 国民党去之前民进党就骂 肯定讨不到好处了 那现在讨到好处了 民进党说这个好处又太少了 开始闲东闲西 所以民进党纯粹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不只在观光上释出善意 大陆更批准开放两年前被禁止的台湾文丹佑等农鱼产品输入 让业者很是期待 政治不政治 不要分彼此 只要对我们农产品的帮助我们是期待了 不过像芒果凤梨等农产品仍未解禁 相关业者也勾喊希望陆方同样能开放 不过民进党立委郭国文 却在这时批评大陆以商逼政 搞统战订单 之前的芒果或者之前的凤梨 都有不同的政治理由而被禁止 都是中共在操作的 简单说 放在哪里是人 改在哪里是人 自己没本事把它卖到全世界 然后人家要跟你买你要砍脱 这些人根本就是在害台湾的农民 国民党团附入行让陆方递出橄榄枝 两岸观光农鱼品 好不容易出现了曙光 绿营却闲东闲西 丝毫忘了自己才是举阵党 接着陈子方诗涵台北报道